I'm not ashamed to owe my Lord Nor to defend His cause Maintain the honors of His word The glory of His cross 今天的问题是 当耶稣派见祂的使徒们出来创福音时 他们会面临到什么样的条件 你好 我是Tim 接下来到都能够公布基督教会的成员 今天中文版的走过圣经 在学习马太福音的第十章16到26节 下面我们先一起来念一下 我猜你们去 如同羊进入男群 所以你们要像明巧像蛇 训练像鸽子 你们要防备能 因为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工会 也要在会堂里编打你们 并且你们要为我的缘故 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 对他们和外班人做见证 你们被交的时候 不要师弟怎样说话 或者说什么话 到那时候 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 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 乃是你们父的名 在你们里头说的 弟兄要把弟兄 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 何旅要与父母为敌 害死他们 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 被众人争恶 不用能耐到底的 必然得救 有人在城里 这城里逼迫你们 就逃到那城里去 我实在告诉你们 以色列的诚意 你们还没有走遍 人子就到了 学生不能高过先生 仆仁不能高过主人 学生和先生一样 仆仁和主人一样也就罢了 仁既骂家族是 别不惜 也就是鬼王的名 何况他的家人 所以不要害怕他们 因为掩盖的事 没有不被露出来 隐藏的事 没有不被人知道的 那么今天的阅读 是继续了我们上一周的 学习的内容 耶稣正在指示 他的门徒们 给他们有限的授权 去教导以色列人 光与即将到来的皇国 他们在旅途中 不会带人的额外的东西 而是要信靠上帝来提供 因此到了第十六节的时候 耶稣就警告他们 他们像绵牙一样 要到男群当中 没有保护 门徒们就变得像 无助的动物 而这个世界 则是男群 要迫害和杀害上帝的追随者 因为他们没有防御能力 所以他们必须要像 蛇一样凝巧 且像鸽子一样无害 只要从创世纪的 第三章一节开始 我们就看到 他的智慧和狡猾 而且他们也非常善于 避免危险 逃避危险 那么耶稣说的是什么呢 耶稣说他们要像毒蛇一样聪明 才能避开危险 且像鸽子一样无害 才不会引发危险 因为他们要到男群中去 危险会找上他们 但不要挑选 并且尽量地去避免他 耶稣然后告诉他们 迫害会是什么样子的 他们将会被送到会谈去 并在会谈里被鞭打 因为传授耶稣信息的缘故 那么再后来 当派往全世界的时候 他们会为了基督而被带到州长和国王面前 并能够在他们面前传向基督的信息 使徒保罗也就被带到的菲斯都 菲利斯和亚吉派国王已经迷路面前 因为他是基督徒 那么其他的使徒也都这样面对 当他们被交付这些人的时候 他们不必担心说要说什么 因为圣民会赐给他们话语 这正如在使徒行传第四章 五到十节中章所说的 在这里他们是这么说到的 第二天 光湖长老和文士在耶路撒冷聚会 一有大祭司 阿拉和 该亚华 约翰 亚利桑大 并大祭司的亲族都在那里 叫使徒站在当中 就问他们说 你们用什么能力奉随的名作这事的 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对他们说 是名的光湖和长老吧 倘若今日因为在长级人身上所行的善事 朝问我们他是怎么得了权欲 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 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权欲 是因你们所钉的十字架 神叫他从实力复活的拿上了人 耶稣基督的名 而马太福音的第十章 第二十节也就是其中一段 像一样的经文 知道了这个背景 是理解这个允许的关键所在 耶稣正在对他的使徒们讲话 但这不是对所有的基督徒的承诺说 圣灵会在我们受迫害的时候 说出他的话语 这个承诺只是给的那些使徒们 然后耶稣继续告诉他们说 迫害将分裂家庭因为宣帝会放弃宣帝 父亲会放弃他的孩子 而孩子只会背叛他们的父母 门徒也会因为基督的勇故而受到憎恨 但如果他们能受迫害并保持忠诚 他们就可以通过这一节而得救 基督还告诉他们 当能不能迫害他们的时候 要跑到另外一个城市去 而且还告诉他们 他们的旅程将足够短以至于说 在人子亲自到人之前 他们都不会走遍以色列的每一个城市 这意味着耶稣自己将来到这些城市来传导信息 耶稣通过陈述说 门徒不能信过先生 不能高过先生 不能也不能高过主人来结束本节 耶稣在宗教精英中 被憎恨是因为 他教导反对他们的虚伪 因此 门徒应该基督同样的遭遇 但他们不要害怕 因为上帝与他们同在 并且会在实战的时候 皆适合审判所有邪恶的人 好 今天我们的学习就剩到这里的 我们就在明天继续接下来的部分 希望大家到此继续加入我们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